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你在这中间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一些危机状况 所以委员你出了这本书叫做美魔女律师教你生活不犯错 怎么还有时间来整理这个律师法律的知识呢 其实是这样这里面呢我们分成四部分 一部分呢是跟新闻相关的 新闻我每次都碰到嘛 那我自己除了是以前当律师之外 我还在学校教书 也一样教书的时间点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 那我常会碰到学生就问我 看到报纸的时候讲说 有一些的这个事情发生 比如说像林志颖的这个车祸事件 你记得那时候林志颖车祸事件出来 然后有人路人呢 赶快把他救出来之后 马上网路上面就有在单脑说 你不能够去救他 因为否则的话你会有责任 然后就很多的这个讯息就 所以我学生也会碰到像这些讯息的时候 我学生就问我说 老师这个到底呢 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是救还是不救 其实两边讲的都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平常我们如果只有看到讯息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说自己的权利义务是什么的话 你可能就会犹豫 你可能就会犹豫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跟着新闻学法律 因为法律呢 其实是在你的生活周遭 只要牵涉到权利义务 它就是一个法律的规范 当你知道法律的规定之后呢 你就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你知道游戏规则之后 你就知道怎么样子处理你自己的事情 跟别人的事情 我不知道 所有人们听过就是 以前人家讲说 你的人生里面 有朋友里面一定少不了三师 了解 一个就是律师 一位应该就是医师 对 一位是会计师吗 对 我们先讲医师跟律师 律师是处理你社会上面的病痛 那医师是处理你身体上面的病痛 所以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权利义务是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其实本来自己是很有道理的 结果呢 就因为你不了解 然后你就 你的权利就被侵害 所以我们讲说真正的在法律之前 虽然说是人人平等 但所谓的平等的前提呢 是你必须要知道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你有什么样的义务 所以跟新闻去学习这些的法律常识 就会教你怎么样子保护自己 因为我们看到新闻会报道的东西 常常都是你最常发生的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常会被问到 因为我们又是民意代表 所以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民众他就会来请议 比如说像里面 其实我们有谈到个资的问题 我们其实当初在写这个个资的时候呢 还没有发生到后面的 后来大家都知道嘛 不管是总统府的这个资料也外泄 然后不是讲说内政部的 护证的资料也外泄 然后在网络上面还有就是说 在贩卖我们国人的个资 零零种情形 那我们写了这本书之后呢 后来民众在看到之后呢 我们办公室就接到很多的 这个陈情的案件 里面还包括有些民众呢 他是因为他的个资外泄之后 被拿去去申请网络银行 然后呢 他被当成是诈骗的嫌疑犯在处理 然后一个老太太 他还要全省跑了24个派出所去解释 他不是诈骗犯 他也是被害人 所以就是这个书里面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最贴切的 息息相关的 对 然后在里面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说 跟新闻相关 然后跟你的生活相关 然后跟政策相关 还有一个跟网络相关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常常都是 比如说自媒体 或者是说他在网络上面 常常这个接触的很多 那他常常以为就是说 可能有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他觉得说 这个事情他认为 他是可以做 但事实上他是不行 我们比如说像古阿末的这个事情 他把这个影片再制 对 那在法律上面来讲呢 在现在在网络时代里面呢 著作权 智慧才能权这方面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是权力人 还是说你侵害到别人呢 比如说你改作的部分 你有创意在里面 重制跟改作是不一样 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有告诉大家 重制跟改作的一个差性 然后呢 即便你改作的部分呢 你有一些创新 有一些发想 不表示你堆积在原 著作权人上面的 你是可以不要付 任何的一个责任的 对 比如说像 大家可能看到媒体上面 白冰冰的 他的这个节目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起因 甚至我们讲说 有些人呢 他觉得说 他已经去买了这些的授权 为什么他也会有侵权的问题 大家可能脑筋是因为觉得说 我只要是跟这个权力人 买了一个授权之后呢 他就包三包涵 但事实上不是 我们讲说KTV里面 你歌曲呢 有歌曲的这个著作权 你歌词有歌词的 你放映有放映的 所以你在跟别人 取得授权的时候 你还要看看 合约的授权的范围 你不是只有说 取得授权 然后呢 哪一个授权比较便宜 你知道哪一个 最重要的是说 你要从事的这个行为 他所应该涵盖的一个范围呢 其实里面通通都应该有 现在的网络社会 我们离不开网络 那你所有的创作的部分呢 不管是影音也好 音乐也好 词曲也好 或者我们讲defact 这些软体也好 它全部都是在 著作权的保护之下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行为 你如果有律师的话 你最好先请教他 先请教他 先请教他 请教一下律师 就是说 如果说在一个网络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唱某一位歌手的歌曲 然后唱他的歌曲 这个部分会有版权的问题吗 你唱 比如说你的表演 比如说今天我觉得说 这个周杰伦的这个菊花台 很好听 我要唱菊花台 当然你可以唱 当然可以 可以唱 你没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 那什么样的状况 是会有问题的 如果说 比如说他的 假设说他的这个CD 周杰伦演出的这个CD的部分 你没有取得授权 然后你把它拿去做 你去把它拿去做商业的行为 你播放呢 是不是为了你自己听 你自己听当然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是把它拿去之后 去为了这个 有盈利的这个行为的话 它就不行 那周权上面 我觉得有一个观众朋友 我会讲简单一点 它有例外的情形呢 就是合理使用了 那你掉进去合理使用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构成侵权 否则的部分呢 你就应该都取得原权利人 他的同意 或者他的授权 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有商业行为的时候呢 那你一定要取得授权 或者取得他的同意 像我们讲说 古阿末的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呢 觉得说 古阿末可以这样做 那他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古阿末的情形呢 法院又因为他出来一个判决 是因为他跟原来的这个权利人呢 和解的关系 所以法院做的不受理的 可是很多人呢 他不理解这个东西 他就会觉得就是说 哦 古阿末没有犯罪 他都是不受理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做 他理解错误了 其实错误了 对 哦 好 所以知道这个法律常识哦 的确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运用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那包括了从新闻事件里面 因为很多新闻事件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可是有时候我们看热闹其实要看门道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那边跟他 例如看那个绯闻 你其实也可以从里面去研究一下 这到底有没有法律的问题吗 或者是说你看到一些这个茶余饭后 一些艺人明星的一些话题 我们从中去学习一些法律常识 其实是保障自己 也是保护他人 也是尊重他人 那这一本美某女律师教你生活不犯错 里头有非常非常多 是大家值得关心的一些法律常识 大家在阅读了之后 我觉得这本是很很棒的工具书啦 生活化 生活化 因为你可能碰到事情跟书当中 这个很很类似哦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法律常识 多一份法律常识 也是保护自己 也是尊重他人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李贵民委员哦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立法委员李贵民委员 今天来聊聊的是法律常识 李贵民委员他是大律师 他其实是这个国际大律师 谢谢 国际大律师他处理的不是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 他这个跨国很多的这个案件 他都处理过 那进入立法院之后呢 其实立法院也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委员 因为这个法律常识 法律事件天天在社会不同角落上演 那怎么样我们自己要有一些法律常识 是自己要帮助自己的 那这一本美某女律师教你生活不犯错 而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律常识 刚才李贵民委员也告诉我们说 这本书里面从新闻事件 从生活案例 从一些这个政策面 还有从网路上面经常 大家会讨论到的议题 书中都有很明白的一些法律常识的解释 例如 例如现在网路事件嘛 大家很喜欢发言 这个发生一个事件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正义魔人 例如说哪个明星发生什么家庭的事件 例如说离婚 哇这大家好像都是要参与其中 这下面有很多的发言 然后甚至把这个以前 这个某某明星发生的什么事情 就全部讲一遍 那甚至有一些讲了 可能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真还假 可是他就是很情绪性的发言 那请问一下委员 就是说如果在网路上面这种发言 因为像我们这个YouTube上面 早中晚的政论节目 我们上面一堆民众会发言 可以有些很情绪化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尺度 应该这样讲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只要你是去发表你自己的意见 你自己的看法 然后呢你有一个依据 我觉得那个好 那个在形式上面来讲 它不会构成毁谤 因为我们知道刑法里面 它有可受公平之事 它是一个等于是免责的 这个等于是有点像 Safe Harbor 就是说你对于民众的 对于言论的发表呢 它是一个保障 可是对于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情 你所发表意见的这个事情的基础 它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基础呢 如果假设它是捏造的 然后你又没有一个可相信 你自己相信说 这个基础是真实的一个依据的话 那这种情况来讲 就会比较危险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言论自由是很重要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讲说可受公平之事 比如说像政治人物 像政治人物 他的所为 他的所行 因为牵涉到诚信 所以呢 他会被调进去 可受公平之事的一个几率 其实是蛮大 可是如果说是 我们讲说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牵涉到他自己的私生活 这个牵涉到隐私权 一个私领域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 法院就会去权衡 你的言论自由 跟你的从私德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讲 他的必须要有一个平衡 不是是说 你想去攻击一个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善良老百姓 他也从来也不是政治人物 也不是任何的名人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 然后你去攻击他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未必能够受到 这个可受公平之事的一个保障 所以有时候呢 那个界限没有办法 画得非常非常清楚 但是对于公众的事务 对于公众的人物 简单来讲 你在批评的时候呢 即便你的主观的一个认定 跟别人很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所评论的那个事实 他是有依据的话 那他大概都不会构成 刑事上面的毁谤了 可是除了毁谤之外呢 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还有一个罪呢 他是公然侮辱 我们常常看到 有一些的情形 可能骂别人 我们有不管是骂 我们讲三字经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也好 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呢 他蛮两极化的 有一些呢 他会认为说 因为你的这个三字经 是你的这个口头禅 所以呢 他认为说 你没有那个公然侮辱的故意 可是有些法院的判决呢 他会认为说 不是哦 你的这个三字经出来 就对于那个被你骂的 那个人来讲呢 他已经会产生 这个侮辱的这个情形 所以他会构成 所以我们才在呼吁说 司法院呢 其实这个是老百姓 日常生活最常碰到 他应该要把类似的 像这些 不管是三字经也好 或者经常骂别人的 不管是混蛋啊 或等等 这些的情形呢 他应该把他 法院既有的判决 做一个整理 应该做一个整理 因为你你今天 我们讲说 我们常讲 不叫而杀为之虐嘛 你今天要老百姓 他要去守法 那你就应该要教育 你与其是等他犯法的时候 到了监狱里面 你说去给他教化 你为什么不在 他事情发生之前 你把这些的判决的东西呢 你把它公布出来 那大家看了之后知道说 哦 这个东西以后 我在这个 即便是我的口头禅 我也应该要去改它 这个才能够达到 真正教育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希望这个司法院呢 能够把他的这个判决的部分 而且我们在讲说 良刑的部分 良刑部分 我们也常看到这个 法官不同的时候 他的这个 出来的结果呢 非常不一致 那我们知道说 很多的量刑呢 因为他的这个刑度呢 他是有个区间的 他不会说 就是五年 就是十年 他不是这样 他一定是什么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或者五年以下 等等 所以他的这个裁量权的范围 其实是蛮大的 那当然他有很多的情形 法官会认定说 你犯罪后的态度啦 等等的情形作为他量刑的依据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呢 还是应该要把 你大致上面来讲 你量刑的一个刑度带在哪里 我觉得也应该要公开 让老百姓能够知道 他才知道说 他事前要怎么样子 自治 然后不会去处罚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行政单位 我们法院应该要帮助民众 我们办公室现在在做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行政单位有这么多的一个资源 应该要立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因为对于民众来说 我们常会讲到说 这个碰到什么法官呢 你好像就是运气比较好 说到什么样法官 你就自认倒霉 因为同样一个案例 他可能出来的结果会不太一样 这跟法官个人的行政还是会有关系 那如果讲到法官的素质 我们就会讲到说 国民法官 哇今年就要加入了耶 国民法官已经上路了嘛 对不对 对啊 那这个委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国民法官呢 如果大家观众没有记得的话 这是在我们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是极力反对的 为什么我极力反对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国民法官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来教育 应该要从我们日常生活上面 他绝对不应该是 现在我们国民法官法 适用是在重刑 十年以上有其徒刑 你想想看 我们的国民呢 去参与这样的审判案件的时候 他出来的结果 是十年以上的这些的重罪 你 承担得了吗 对啊 所以你是不是一定会去听 这个职业法官 也就是一般的这个法官的意见 一定是啊 因为你觉得他比较有经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应该要打 你要如果想要达到这个教育目的 你应该从什么样的案件呢 应该从比如说税务的案件 很多老百姓呢 他都面临这个被缴税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你应该让老百姓能够参与 那他还知道说 其实很多的税务的事件呢 他是无辜的 因为我们看到税务事件 到目前为止啊 维持税捐计算机关的 他的处 他的处分的一个几率呢 相当于九成以上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情形呢 你才应该要让这个老百姓 能够去参与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案件呢 也应该是国民法官去参与 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实力的这个 陈教华陈委员呢 他是环保 所以他会觉得说 环保的部分呢 应该要让国民法官 他能够去参与 因为他才知道说 你去丢这些废弃物也好 这个是对老百姓 造成的一个损害是多大 所以我们在提到 国民法官法呢 你要做不是不行 可是我觉得 你应该是从清罪开始做 让老百姓去把日常生活 反映给法官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做法 可是今天你不是 今天你是重罪 那你重罪的情况之下 而且在里面呢 我跟大家报告 去参加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 这个成员呢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说 你从那边听到的东西到外面 千万不要讲 千万不要讲 因为他里面有个规定呢 是你保密的规定 你的保密的规定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发言就讲说 你保密规定 一般的保密义务都还有年限 他没有啊 他无限期保密 他会想说你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呢 是是所以你去参加的这个民众呢 呃就是提醒大家 那个里面因为有个保密的这个义务呢 所以呢就是不要对外 那国民法官如果说被选中的话 是一定要去参加的吗 呃对 但是他除非他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是在学的学生啊 你要去上课啦等等 他有一些例外的规定在里面啊 因为他就是呃 其实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呃 打出来的一个招牌呢 虽然是很好 就是说让国民能够去参与 可是你应该从日常生活 因为老百姓应该要学习的知识 是从日常生活的知识 而不是去重罪 你想一般老百姓 他会去杀人放火抢劫吗 不会啦 接触的几率太少了 应该是从这个生活当中 或是你从这个日常生活 你的食衣住行里头 你可能遇到的一些麻烦事 尤其刚刚讲的税务 我想大家都很有感 讲到税务 你被你被税政计算机关追税 追税的时候你敢不缴吗 对 你不缴的时候呢 马上的罚款 砰砰砰砰砰的几级的跳 你敢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法院 维持税政计算机关 科征的比例高达九成以上 你可以相信吗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民众如果说在 这个税务的部分 呃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容易出现问题啊 很多呀 比如说他觉得说 他把你的这个费用 把你剔除掉 那你你能 你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那实际上面来讲 或者是说 你明明没有这笔收入 你知道 然后呢 他就说 哎你有这个收入 因为我看到这个钱 进到你的银行 很多的税增 上面的一个 这个争议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哎呀 好 所以大家真的要 多多的了解一下 法律常识 这一本李贵明委员的 美魔女律师 教你生活不犯错 里头有很多的 法律常识 自己的人生 要自己顾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了 是李贵明委员 委员他有一本 这个非常实用的 法律常识的书籍 叫做 美魔女律师 教你生活 不犯错 好 这里面有很多的 法律常识 的确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都会遇到 只是你不知道 怎么样 善用法律 帮自己 维护你的权利 例如说 例如说 最普遍 很普遍 可能在家中 每天都会 上演的 例如说 家人的信 可不可以拆呢 或是之前 有个新闻 也是很行 就是老婆 没有经过老公的同意 就把老公的那个 那个 这个 一些 应该叫做 玩具玩偶 就是拿去送给别人 结果老公就非常生气 说 就是要告他 这样子 对 所以 那个界限是什么 如果说在家庭里面 别人的信 你拿来拆 或是别人的东西 你没有问过他 你就把它拿去送给别人 这样是犯法的吗 对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原则上面来讲 我们讲说 夫妻 夫妻间是你的 日常生活的代理人 所以 如果老公有信件来 你帮他签收 比如说 刮号信什么的 你帮他签收 这是OK的 就表示这个信 已经送达 这个老公了 比如有时候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有什么重要 很重要 因为 比如说法院的 这个通知啊 他是从你开始 收到 开始就算 你不能够讲说 这个 我没有收到 是我老婆 这个收到的 所以呢 那不算 不会的 因为你是日常 互为代理人 互为代理人 所以老婆收到 就算他没有 跟老公讲 那个 期间也开始 已经算了 所以这个 我们讲说 夫妻之间 是日常生活 代理人 这个是法律上 规定是没有错 但是 虽然你是代理人 不表示说 你可以侵犯 他的隐私 那我们常常 会看到 就是像手机啊 因为大家现在 其实书信 反而少 可是手机上面 常常会有 那碰到手机的情形呢 就有实际上面的案例呢 就是说 那老婆 既然是日常生活代理人 所以老婆呢 常常会是 老公洗澡或干嘛 的时候 手机响了 拿来看一下 拿来接一下电话 然后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样的 一个内容 那当然也发生 实际上面的争议了 所以这个时候 法院呢 他就认定 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 你的这个手机上面 你是设了密码 你设了密码 表示什么 表示说 你其实不希望 人家看你的内容 不然你不会去设密码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就表示说 你是认定里面的讯息 是属于你的 隐私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如果在有 设密码的情况之下呢 你去看 就表示你侵犯 他的隐私 那当然有时候 那个 如果是老公说 我无所谓 我的密码 就是1234 你就按了1234 你就可以看 那就表示说 如果真的发生 争议的时候呢 老婆讲说 他是有一密码呀 但问题是 他告诉我 他的密码是1234 就表示我可以看 就表示他授权 我可以去看 所以他就没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 在法院上面的判决呢 还有的是什么 还有的就是说 其实呢 是已经有怀疑 说有外遇的情形 然后呢 老婆呢 就从这个老公的 这个手机上面 那去解他的码之后呢 去搜证说 哦 你看 他们这个很亲密的 这个通话等等 那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说 这在法院 民事 我们知道法律的官司呢 他有分民事 刑事跟行政 像我们刚刚讲 税务的部分 就是行政的部分 那民事的部分呢 这很有意思了 民事的部分 他就讲说配偶权 因为这个 你的另一半 忠贞不忠贞呢 你作为一个配偶 你有这个权利 知道 所以呢 你透过你去执行 你这个配偶权的话 法院认为说 你因为这样子取得的证据 然后这个证据呢 认定了你老公 确实是有外遇的话 他是可以的 这个证据是可以的 这个证据 从民事上面来讲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 法律的行为呢 不是只有民事而已 他还有牵涉到刑事 牵涉到刑事呢 像妨碍秘密 对 你看你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就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够单纯的看说 民事上面讲说 我有配偶权 所以呢 我刑事上面就是合法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的每一个行为 本身上面来讲 你的证据的采用 如果说你要打离婚官司 你看到说 配偶这个不忠 所以你要求要离婚的话 你用那个证据 你是可以达到你离婚的目的 但是不会因为那个离婚的官司呢 去排除掉你形式上面 侵害这个秘密 侵害隐私的一个责任 哇 所以这个法律常识 真的是蛮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 你们在家中 你们是在关系很好的时候 互看手机 就是彼此都OK 但是如果万一 哪一天你们吵架了 然后例如说 老婆就把手机设了密码 那老公一直想要把它解开 这个其实就会有问题 对不对 对 就表示说 他设了一个密码 而且这密码是你不知道的 是说他希望保有 他的那个私密的一个空间 然后还有在这个书当中 有讲到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说 如果你是在外面租房子 那你租这个房子呢 房东可不可以不经你的允许 就直闯你家 可是房东说这是我家 是我租给你的啊 我只是让你住而已 这个应该也是有人 澄清过吧 对对对 没错 这个我们也碰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出书之后呢 有些人看了之后呢 他看了之后 还会跟我们讲说 他说 他说我原 你这个书对 这个书对他很有用 原因就是说 他以前 因为他不是租整个房子 他是等于是像 租别人的一个房子里面的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所以呢 他就以前他觉得说 那个二房东啊 因为他现在房子上面 有原来的房东 然后还有二房东 然后这样子分的 这个租出去 他以前觉得说 因为他只有租 那个小小的一个space 然后呢 他又缴的这个房租 也不是太多 所以他以为就是说 房东呢 他进来 他随时可以进来 因为他只可以 他只租了 可以在那边休息啊 然后而已 其他的东西呢 房东什么时候爱进来 他还是同样可以进来 但不是 但不是 可以适用哪一个条款啊 因为你租出去 民事上面来讲 民事上面来讲 你租了这个地方呢 你对于这个地方呢 你就已经有 你自己 隐私权 对 你就已经有你独立使用的 除非你租约上面 如果房东 除非你租约上面 房东讲说 我虽然把这个space租给你 但是我还是可以随时进来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表示说 你容许他 你容许他这样做 否则的话 你在租了一个space 租了一个地方 即便他不是一个整个房子 他只是里面的一个小的区块 你对于那个小的区块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还是有这个独立的 这个使用的空间 好所以在民法当中呢 就是可能会 房东会有侵害他人 隐私权的问题 在刑事也有问题 可能是什么 无故侵入 无故侵入罪啊 对 那个又 那个又 那个又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里面又分了 又分了 就跟观众朋友正好也讲 因为 法律常识嘛 因为提到 他其实我们还有分 就是说你是建筑物啊 或者是你是 有些地方是你工地 比如说工地你还是 其实还是没有这个完工的 这个地方 他其实都会是属于 这个你这个无故侵入的部分 哇 所以其实真的也是蛮复杂的 因为一般人对于法律常识 其实我们说从小到大的 那个法律知识 真的不多耶 我觉得 我其实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呢 是从跟新闻 跟网路上面相关的 因为你发声的时候 你去 他才可以吸收了解 对 因为你会有兴趣嘛 对 然后你有兴趣 你就会去了解 就会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条款 才能够知道说 什么不该做 什么该做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哇 法律这个六法全书 也太硬邦邦了吧 对因为每一次人家听到 我学法律的时候 讲说哇 你好厉害哦 那么厚厚的一本六法全书 你都可以背下来 其实不需要背 法律的东西 真的没有用背的 法律的东西 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就是透过生活 去了解 因为它就是一个 你的行为的规范 所谓的法条出来呢 就是因为 整个传承下来 我们知道说 这个所谓的公平正义 应该比如说 你看到红灯的地方 你要停 为什么你要停呢 是因为你要让 对方绿灯 绿灯线道的人 他是可以走动的 所以他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只要了解 那个原因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说 你应该怎么样子 去主张你的权利 然后限制别人 来侵害你的权利 或者是说 你应该要避免 自己做什么样的行为 去侵害别人 比如说我们讲 古阿末的 其实最简单嘛 古阿末他拿了 很多的影片的部分呢 他把它截取精华 截取精华之后呢 然后他 而且他自己 其实也是讲得蛮精彩 我们必须要讲 他讲很会浓缩 然后他浓缩之后 那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在看了古阿末之后 就觉得说 听他讲完就觉得 这个电影 他其实等同已经都看过 精髓的部分 他全部都看过 他就不需要再去 电影院里面看 那如果说古阿末 原来他只是 不是把整个电影里面的精华 全部都出来 他只是讲说影评 像我们讲说影评 影评为什么他是可以 因为他是去评这个影片 对不对 可是古阿末他把精华的部分 他都泡雷了啦 他都已经出来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他再加上就是说 他很多的会员 他其实是收费的 所以呢 这个就不会掉进去 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提到说 合理使用是一个例外 他就有点不合理使用了 对 他就不是他愉悦了 他已经商业的一个目的 他已经达到商业目的 所以他会减损的 原来这个著作权人 他的应该享有的这个收益 所以他就是一个 不行的一个行为 那你记不住 以前也曾经 很早以前 也曾经有过 像成大的学生 他们那时候 不是copy很多的这个CD啊 然后就是 然后他也觉得说 他可以啊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啊 大家从网络上面 download通通都可以啊 那他不是一个违法 后来不是全部都是 这个后来都都有责任嘛 都是都有刑责一个产生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当你看到在网络上面发生 或在我们日常生活 发生的事情呢 发生不表示 他是被允许的 他可能还没有去执行 然后他还没有去受到处罚 像瓜默的这个情形 我们就讲说 后来呢 他跟了这个著作权人的和解 是因为他和解的关系 所以法院才做一个 不受理的处分 法院做不受理的处分 并不是说 他这个行为是可以的 而是因为他已经和解了 他已经取得 著作权人的同意 或者是他已经赔偿了 某一部分的这个金额 所以双方达成了共识 所以他才不会 有其他的另外的赔偿责任 因为已经谈妥了 谈妥了之后 就不需要再有其他法院 来做这个判决的动作 所以很多的行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 所发生的 不表示他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理解一下 这个判决背后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判 那还有呢 大家在网路上面网购 是太频繁了 尤其是在疫情间 大家不去实体店面 都在网路上面 用手指头按按按就来买东西 那现在网路上面的 这一种一页式广告 或者是这种 比较容易受骗上当的这种机会 例如说很多网路都是用名人 例如说用某个名人 某个名人 就是说他要招揽会员 但是到底是不是他 你也不知道 那如果又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自保呢 好 在我们这个书里面 我们其实举出来的案例 是广告不实 广告不实就是说 你常看到很多的瘦身的 这个广告呢 是讲说 他可以瘦身有成啊 等等的 或者是说 你甚至吃什么样的 一个减肥药之后呢 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基本上面来讲呢 我们就知道说 像这样的一个广告呢 他是有责任的 广告不实呢 牵涉到的法律的规定 其实蛮多的 公益交易法 只是其中的一个 处罚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有民事 有刑事 有行政吗 里面的处罚的部分呢 从行政的部分来讲呢 它是很简单的 他就是 他就是要缴一些罚还 但除了那个部分之后 受骗的人 受骗的人 他可能会构成像诈欺 刑事上面的这个诈欺 诈欺罪的构成 就是说 你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 不是只有自己啊 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的所有 用诈述 所谓的诈述呢 比如说减肥的部分呢 你就是说 骗人家说 你吃了我这个减肥药 或者你来我这个美容中心 你就可以减肥 这个就是用诈述 让人家愿意缴钱 去当你的会员 所以这个是 刑事责任的部分 那民事责任的部分呢 你既然是被害人 如果你刑事责任构成的话 其实呢 跟观众朋友讲 就是说 我建议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形呢 碰到诈欺的情形呢 你要提附带民事诉讼了 就不用去缴 那个民事的裁判费 否则的话呢 你另外提起 一个民事的诉讼的话 你必须要缴那个裁判费 所以你就会额外的支出 可是你一旦 刑事的部分构成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面来讲 因为刑则的部分 它的构成要件 比较严苛的 所以刑则构成的时候 民事的赔偿责任 通常它会等于 它事实认定构成 所以就是你的损害 是多少去计算的 嗯 了解 好 那今天这个 委员讲得非常的清楚 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 这本美容的女律师 教你生活不犯错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李贵明委员 他带来这一本呢 在法治社会 在民主社会当中 大家应该都要 更知道法律常识 这个是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这本美容女律师 教你生活不犯错哦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实例 这些实例可能我们在 新闻当中都略有所闻 只是说你有时候 在看热闹的时候 不知道门到 就有点可惜 因为新闻最容易引发 大家的兴趣 然后大家高度讨论之后 你就要去了解 这中间有什么美美嘎嘎 你就是自己不要去 犯那个错误 也可以尊重他人的权益 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 大家都必须要学的一些义务 那这本书里面因为里面有从政策 生活啦 还有从新闻事件 网路上面 这个大家可能常遇到一些问题 来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里面有蛮多的 这个正确的法律常识给大家 那法律常识 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他在遇到事情 他才会去求助 那有时候就是有些民众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他有时候就自己吃亏 就很可怜 所以常有些陈情人应该就是 自己可能满头包了之后 才来跟委员陈情 有这样的状况吗 很多很多 因为有时候甚至 就是等到那个判决已经确定完之后呢 然后呢就想说 这个能不能够救 那有时候你要知道 因为判决确定之后 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再审 一种叫做非常上诉 再审呢是说你发现判决之后 如果你这些要提出来的试证呢 在你原来都已经有的 你就算提再审 你也没有 就也是没有救了 那非常上诉呢 就是说你法律上面来讲 他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会提非常上诉 除了这两个之外 你没有任何解法 就没有机会了 完全没有 所以你一定是在法院 最好其实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最好的就是说 预防剩余治疗了 所以你在一开始 因为你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你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所以当别人侵犯你的时候 你可以去主张你的权利 你可以利用你知道 这个游戏的规则呢 去保障你自己的权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书 很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权利的一个目的 可是等到你事情 一旦发生之后 我就要鼓励大家 律师他跟医生是一样 大家知道医生呢 他会有眼科而鼻后科心脏科 你不同的科他是不一样 所以律师也是一样 所以你千万不能够找错律师 因为你找错律师很严重 我常讲说你会不会找眼科医生 帮你开心脏 你不会啊 对不对 你开心脏一定是要心脏科的医师 那律师也是一样 有传统的民行事案件的 比如说有税务 我们刚刚讲说行政税务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是一些的这个民事上面的争议 那当然传统律师可以 但如果说你是比如说证券方面 或者你是商务的律师的话 他跟一般的民事的 民行事的律师就完全不一样 那些的律师他可能不会懂 比如说像证券交易法里面有一些规定 我们常看到连律师本身都会犯错 因为律师常常会觉得说 这个公司呢 他要去做募资或等等的 会给他一个东西 律师出一个法律一件书 他签一个他什么事情都不做 签一个两万五 他觉得说他赚到了两万五 但事实上不是 因为证券交易法的规定的话 律师的责任一样 如果你没有进到合理追屋 你不知道你要查证什么 你就直接签那个法律一件书的话 你一样是五年以下要去吐息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他有一个律师的这个职称 表示他通通都懂 你只要想说 你绝对不会找眼科的医生 皮肤科的医生去帮你开心脏 对同样的律师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看你的问题是在哪里 如果你是刑案 那你应该找刑事的律师 如果你是税务案件 你一定要找税务的律师 如果你是证券案件 你一定要证券的律师 所以律师不是每一个律师 通通都懂的 好 我们今天真的学习到了非常多 李贯运委员这一本 美魔女律师教你生活不犯错 里头真的非常非常多 很实用的法律常识 让大家在生活当中 可以少犯一点错 而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那我觉得这一本书是非常实用 大家可以多多的参考 这个委员 委员真的是 不愧是大律师 哇 他这个讲话 这个口齿真的太清楚了 所以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明白 那大家也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记得要找专业的资讯 还有正确的资讯来帮助你 今天非常谢谢李贯运委员 谢谢你 谢谢苏维也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开工大吉 接下来就是锁定小玉 秋名玉的POP抢先报 哈啰 好 我有选择 这次 derni 咱 사过而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